你去哪儿了 去我爸那儿 我想多陪陪他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知道 我婴儿房我也给你捅出来了 那就是不回来了呗 我们回不去了 还是往前看吧 我先走了 你真的帮她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刚才看见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今天出门 我该是微笑了 你怎么样 我没错 我该是一条 我一抓 我这次 你总是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许太太 可可 喂 我是十二A的业主 十二B家里有情况 梁小姐 梁小姐 出什么事了 有没有听到猫在叫 这种叫法很不正常 肯定是受伤了或者是生病了 梁小姐 你叫我过来就是为了十二B的猫 要不然呢 你没听见吗叫得那么惨 你赶紧给他们业主打电话 叫他们回来 要不授权让我们进去 这大半夜的怎么能联系业主啊 而且就为了一只猫 什么叫就为了一只猫啊 他们两夫妻都是大律师来的 没有生小孩 猫就是他们的小孩 你知道 人在自己小孩有危险的时候 什么疯狂的事都可以做出来的 到时候你丢了工作 别来求我 好好好 我打 我现在就打 喂 你好 徐先生 我是乌业的 给我给我 给我 喂 徐先生 我是梁小姐 好 你可以再说一遍吗 是你同意我们进去的 是我同意的 消防山的柜子里有备用压食 好 那边 那个 徐先生 我是那个乌业的小李 我现在跟梁小姐在一起呢 医生 他很难受 你快看看他有什么问题啊 你说一下什么情况 我也不知道啊 他一直在叫 就叫了好久 然后叫了很惨 从来没听他这么叫过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 你什么时候有空 我明天开始休假了 我这是带猫来看病的 我这是带猫来看病的 你只管看病 就不要想着泡妞 请你专业一点 他没什么事 只是长大了 需要有正常的生命需求 如果你觉得有必要给他 做绝育手术的话 如果你想让我来做这个绝育手术 那就等到十天以后 我休假回来 原来是这样 那就没事了啊 我们回家了 多少钱呢 不是没事吗 不用钱 谢谢 饿了吧 现在像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 不生小孩 撸毛成瘾 白天赚着大钱 晚上孤准难眠 点赚着小孩 还没恭喜你 要结婚了呢 我来找你 就是要和你说几件事情 坐好陈白楼 我就回北京 好啊 提前跟HR说 慢交接 等拿下窗白楼以后 你交给我的任务 也算完成了 拿下窗白楼 你回北京 升职家庆 我会跟周总说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 贪图见面的 谢谢 你回到那边 瑞兰 我妈妈 我妈妈 也绿疏 我妈妈 也绿疏 用 我说的 念这个瑜伽呀 你的注意力一定要集中 你要是有心事啊 那是念不好的 你怎么知道我有心事啊 你别以为你什么都知道 你拿我的薪水是 是来给你买菜 煮饭 洗衣服的 姚妹你咋个怎么啰嗦 比我这个老太婆都还要啰嗦 走起 前几天回深圳 怎么也不和我说一声 你放心 我回去不是搞什么小动作 董事会那些对你有意见的人 也不会吃饱了撑的来拉拢我 我回去是奔赃 我怕他 我怕你忌讳 你看你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说一下 我应该送老爷的最后一场吧 既爱 有心了 是 庆然 现在的市场环境非常的不好 我们现在要不计一切的快速拿钱 这个项目已经耗费太多的时间金钱了 川白楼你给我一个最后的时间 最多一周吧 你就这么相信刘思源 当然 我招的人 是 走哪儿都带着 好不容易请来的人 付了那么多薪水 当然要好命用啊 就没别的 你想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 有人的地方就有八卦 以前还有人专门八卦你和我呢 穿白楼你抓紧时间 避免异常梦动 知道了 排桌都上了 哪有中途下场的 刚刚刚刚 哭 酒子一落 人事不人事的人都进不到这一路 眼泪哗就流下来了 请不吝点赞 就算不吝点赞 才是 不吝点赞 所以 要帮你 没人 要是 行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